我们再看还有一篇 佛陀教育协会之主 坐拔于边后 习不孝弟子 虽自称敬业学人 故众葬身 俱福而不能自明 何敢期望会此 最上书庙 报佛恩之称性集谈坐拔 然作为本书听教文稿之修订者 谁赴义务不可推却 故罪以术语为后继 显述修订编辑之因缘与感受 姚琴 三藏法师 纠摩罗什等 亦有残密法药经 经中世尊云 过千岁已 此无藏观 虽赴流行言辅题中 亦有千万众多弟子 若一若两 修无藏观 得泄托道 这是世尊告诉我们 末法修行者 亦有千万 得度者含有一二 修无藏观 可得泄托 纵观现世 斗争坚固 邪淫赤胜 颠倒谬见 举世同风 熟能至身欲海 而不随恶浪 既贪达 与贪嗔痴慢处 念熟者 比比皆是 而于清静 平等觉中 求出理者 甚难稀有 几人能将 凡所有相 视为梦幻泡影 众能观无常 视为梦幻泡影者 若不能 即生成佛 怎可为之 得泄托 三贤卫菩萨 无助时 不能生心 生心时 不能无助 无助和生心 不能同时 不能无助 而生心 如尼菩萨过河 自身尚且不就境 可以进度 无边众生 而圆满宏愿 谢托者 就境而言 乃第一异地 直指 即生成佛 如来出世之本怀 岂是任恶道 冤鬼 万劫 惨教夜豪 任道夜行者 多生苦苦 而求所乎 悟乎哀哉 如来者 所以兴出于世 为将诸佛成就 无上菩提之秘法 和盘托出 将佛地果决之功德 全体授予一切众生 令尽虚空之寒灵 皆能 即生成佛 此为如来 从 真实之祭中 所流出 真实之慧 而由真实之慧 令一切寒灵 即生得 真实之力 无量寿经 便是 尽显此三个真实 而又唯一 稳当 究竟 圆满 当生成佛 广大 普度 如来最诚实之言 众生受持 试经 但能 发菩提心 一向钻念 则念念心想 即乐 一正庄严时 即入一切诸佛 智慧绝海 生生称念 弥陀圣号时 即得于无上道 永不退转 清 彭济清 无量寿经 起信论约 此经 具无量寿全身 一具一切诸佛全身 而无量寿全身 与一切诸佛全身 何在 在尽虚空 变法界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即是藏极光 大涅槃之境界 大涅槃者 诸佛所证之离体 密宗所谓之 大圆满境界 宗门所测悟之 究竟果地 而无敬业行人 或业未断 仅依止无量寿经 发菩提心 一向尊念 即可生生念念 入不生不灭 不去不来 常及常造 真空妙有之 大圆满 究竟如来境界 真可谓是不可思议之事 正如唐玄奘画师 所译小本 阿弥陀经中 称此法为 一切世间 极难性之法 持明念佛一法 之所以极难性 因其超出凡夫一切情见 然虽不可思议 却又极其异行 且谱披三根 玄奘法师唐义本 念十方诸佛 揭出广藏石像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周扎围绕 说诚实言 如等有情 皆因信寿 如是称赞不可思议 佛土功德 一切诸佛 设授法门 由此可知 持明念佛法门之一行 皆因得十方横河 沙鼠诸佛 之所设授 持明时 即是得一切诸佛 设授时 三大阿僧起劫 全奈博地凡夫 将一切诸佛 无量劫之功德 拿来作为己用 方能超越地上菩萨 而树正无上正等菩提 众生或有疑问 难道十方诸佛 为加持设授修净土者 而不加持其他法门之行者呼 非也 一切法门平等 皆得诸佛护念 然 八万四千法门 却是如来方便全说 因不能令众生 得当生成佛之利益 则不能为之真实也 譬如解救全身 缠绕绳索 数日饥渴 难耐着 欲令其受用眼前摆放之干饮美食 必然要先帮其解脱残服 手脚皆被捆服 只能靠他力帮助 才能将绳索彻底解脱 而后受用眼前 干饮美食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要靠自己 挣脱无始劫以来 业力残服 而业力若有体相 虚空尚不能容之 那么无始劫 那么无始劫 捆服之业力 神所必是难以计量的 其事仅依自立即能泄脱 若能依靠自立泄脱 十方诸佛就不必称赞本师释迦摩尼佛 乃能于堪忍世界 唯欲利益安乐诸有情故 说是世间极难性之法 甚为稀有不可思议的 利益安乐诸有情 那一切诸佛初心于世之大事因缘 利益者真实之力 即当生成佛 安乐者入大涅槃之手能言三昧 一切是究竟坚固之境界 此真实利益与安乐 唯靠持明念佛这一极难性之法 方能直屈直入 适合善根福德能得如此因缘 唯一大事因缘 即发愿求生净土者 与十方诸佛同心同德 为安乐利益一切有情 故得诸佛加持不退成佛 从而如释迦法王如来一样 现无量身视线于此缩婆世界 同样言说净土持明念佛法门 谱令一切含灵 因此法而得大欢喜 大利益之究竟泄脱 法此大愿者必得诸佛之大力互念 得阿弥陀如来大愿大力 而念佛成佛 成佛后 父教授一切众生 念佛成佛 辗转教化 如帝网珠 互造互射 助大光明藏不动 而又进度众生 进度众生而瞻即常然 则又时无众生可度 玄妙之意里 都尽设于一具阿弥陀佛名号中 庄严于极乐密言佛土中 浓缩在此净修节要报恩坛中 甲午年秋末 于澳洲期间受恩师之嘱托 听教念功 敬修节要报恩坛 以便整理 诚佑生书等法宝 溥义众生 初启于其他事物 兼负责任 不能一心专注 于此报恩集团 冬至后 逆争上缘成熟 因累劫 未能与一切众生 广结善缘 至自身学习文稿 无人发愿教对 悲悔之际 每于电脑前 欲录入草稿文字 均无法动手 自知此事 虽是业障现前 于一心听教报恩坛 却正事实 手虽被业障束缚 眼何耳 尚且能认 遂发愿放下万元 于行住坐卧间 片刻不离 静修节要报恩坛 之音声熏习 以浅薄 有限之力 潜心于仪式 方不入恩师一片 因重之心 静修节要报恩坛 宣言两年后 念功便含笑西事 因此报恩坛 可谓老人万年之利作 拼死注解大经时 念功已是大策大悟 明心见性之佛门大德 而报恩坛 曾如老人曾言 本位报恩 欲报恩 迷感佛恩之难报 佛法甚深之毅礼 老人于谈笑风声 闹家常话之间 淋漓灿怅快 透彻宣言 自报恩坛 圆满二十余载 以来 世间所流通之影音 文字不在少数 令无数 无缘亲近老人的同修们 深得老人 慈光照目 然论及报恩坛之文字版本 则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与原始录影和录音 对照难免出入 有些是为完善文字 需要而略作改动 有些则是对老人的言语 未能准确地听 多种因缘 随之要寻一 能与原本宣讲 相对完全吻合的版本 成为极难之事 是以励志 还其 还原其本来面目 已知后世 有可遵循者 初听报恩坛录音 不足五时便时 在言语细微处 也是模糊不能明晰 登山远望 必须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台阶 方能依然众山小 念工在报恩坛 讲解中也开示 都要有一番真实的努力 若不是一番寒策骨 增得梅花铺鼻香 弟子后虽有六七十遍 公听之基础 但要精准听打 出文字 还远远不够 而有文性 可以测听 心被境界 染污辱 不能明辨 因此要将这极难之事 变为可能 只有一种方法 反复听 一遍遍听 亦无反顾地听 一个句子听不懂 就反复听这一句 一个词听不懂 就反复听这一个词 哪怕细微到一个字 亦复如是 十遍不行 就听二十遍 二十遍不行 就再听 还是不行 就继续听 直到听懂为止 即便这样 还是遇到许多 难以辨别无误的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暂时先放下 待每一拜的文字 成稿完毕 出教或再教稿时 回过头来再听 不厌其烦地听下去 这样一来 难关一个个被突破 但依然有一些难啃的骨头 即便是看着视频对口行 也不确定模糊 或是语速过快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有一件事 弟子始终坚信 报文坛所讲解的三十二拜 每一拜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在这一拜的讲解中 听不懂的地方 可能在开始 另外一拜 意趣的时候提到 这就需要我们暗熟通篇 这种感觉最终被证实 从而又突破了一些 极其难懂的地方 然而 最难听教的地方 是那些根本在其他礼拜文中 无稽可循的 由于语速过快 知道老人在说话 可又没办法捕捉到这些话 假如就此放手 给自己一个借口 认为那可能只是 无关紧要的字 词语或句子 那恐怕不大有失听教者之根本义务 同时又背上 藏人会命之因果 读者和听众 极有可能 因为自己的补求圣洁 而错误 或者不透彻的理解 这时就迫使我们回头 找最古老的方法 洗耳恭听 用恭敬的心 耳朵除此一事之外 其余都不听 真的是其余的事情 都不听吗 在不断突破的过程中 就会了解 这何尝不是一种殊胜的修学因缘 若不是如此 自己能拼命去听吗 不可能的嘛 所以念功这些所谓的言语模糊之处 都是菩萨大慈大悲的视线 因为宝恩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自信流露而已 最难啃的骨头 不是用猜测和揣摩而辨别出来的 而是引导后学 书中有露 勤为敬 学海无涯 苦作舟 知勤苦菩萨行也 凡夫眼中 无关紧要的语气词 其重要性可能影响着整个段落的语境 影响着有修大德 前辈表意的侧重点 圣意不可测 烦情不可信 百多遍之后 忽然有一天 豁然开朗 曾经极难听懂的 也变得自然听懂了 一下子就听懂了 看起来好似情理之外 十则情理之中 事理本来是通达无碍的 障碍在于 自心不够清静 恭敬 在于不够老实 肯干 三国懂欲云 读书百遍 其意自现 又诸子 家训 为读得熟 则不带解说 自小其意也 书是言 人之经历 不能兼收尽许 故愿学者 每次做一意求之 恩师更是常常苦口婆心 劝勉年轻人要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些先贤 与大德的智力名言 为何如出一彻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的作用 到底在哪里 在自己专听 敬报恩谈 七十余辩时 才略有体会 如联翁 在敬修 节要 第十五拜所言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脏消除 不但道心纯熟 且可浮惠增长 一向专念 一向专听 皆是归心一处之意 释出世间法 要成就者 必先除障碍 欲除障碍 必依 界定会三学 专经 专一 久久习之 自然心开 敬业成就 首先养信佛智 诚实之语 其次发广 广大救度 一切众生之菩提心 最后端在定一 此正是如来 万劫修行成就之铁案 世间法用炉火存清 形容记忆学问 达到精粹完美之境界 佛法用波罗蜜 指道家了 圆满等诸意 念功一生 力尽艰辛 九死一生中 而得大策大悟 通宗通教 显密圆融 广学圆为深入 最终会归弥陀一成 本愿海 静修解药报恩谈 是老人一生修行 炉火存清 般若波罗蜜中 流露至精粹 诸佛菩萨为教化 节奏紧张的现代人 做出静修解药 这份精巧果盘 每一拜就像极乐佛果中 分割下来的一部分 虽小但圆距万得 但且吃下去 这一块块小巧的万得佛果 岂有不成佛之道理 此因小果大 一中有多 之世事无碍 玄妙之理 乃华言境界 故无量寿经 是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 是小本华言 而静修解药 就是口袋 锈真本华言 此修行解禁 中之解禁 然一切皆符合 阿弥陀佛本愿平等 普度一切寒灵 当生成佛之大愿 故欲成就弥陀果地 必尊弥陀因地大愿 愿同弥陀而又能 一向专念者 必定此生圆满成就 就尽最顶佛果 同本尊阿弥陀佛一样 进度众生 而无有不圆满者 悟臣之岁 公元1988年 恩师上人 尊念功之主 为大经节作序 时隔二十七载 岁次甲午祭冬 恩师再提金笔 为静修解药报恩坛作序 而连翁西归 一别至今五十载 茫茫岁月 念功九品连台 永皆授欲 亦有二十三载 静修解药报恩坛 完整版 文字勘教将尽 亦可作为静业后学 报恩联翁与念功之县礼 这其中 中华华藏 静宗学会同人们 为完整版的初稿文字 编辑听教工作 做出了坚实的努力 功德无量 愿一代一代净土人 鲜火传灯 再接再历 令持明念佛法门 与此着势大放光明 弟子乃顽明下语 以上仅是浅显心得体会之 汇报 勉强赋予编墨 作为后继 希望十方久修大德 不令赐教 随词傍证 不声感激 敬业弟子 藏观恭敬鼎礼 上官这一篇后继 写得非常好 突破了许多关口 毕竟把念工老人的话 听清楚了 我也听了几十遍 还有很多地方 听不清楚 北京的土花 所以上官是最好的人选 在北京住那么多年 言语没有问题 这个工作是该他做的 是阿弥陀佛指定他的做的 功德无量无比 确实像他所比喻的 这是无量寿金的口袋书 修正本 跟我话言 无量寿 弥陀佛指定的口袋书 内容完全相同 只是说法有详略之分 详细地是让我们断意深信 最精简地是我们便于手持 这四样东西都出来了 尽忠的发毛就完备了 这个枯头美白痴 果报在西方极乐之间 希望我们大家都认真来休息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